得分的機會 看一下陳文斌個人在今年得點圈有跑者的情況下 十三個打數出現過五隻的安打 其中有八分打點的貢獻相當的不錯 今天排在第九棒的位置 進行的是七局下半統一世代的進攻 一人朱菊在三壘上有跑者兩好一換 對於瑞奇來講這是一個領先的球術 這球揮棒落空結果是一個插棒球 所以說這個棒球裡面他有一個很重要的學問就是說 來到在一人出局或是沒人出局的時候來到三連的時候 總教練要如何的得下這一分是一個很大的學問 不能夠完全的常常是放任選手去做自然的攻擊 要有一套方法幫助球隊來得這一分 在平場上就要去練這些戰球 當然總教練在戰術下達的同時呢 能不能成功還要看場上球員的表現 但是有的時候投手戰又不斷去用 你像李萊花在二人出局 不是在兩好球之後他還是會下達戰術 對這個就是要用戰術 看一下兩好一換這一球喔 結果是強迫取分 啊這個球瑞奇心來是沒有人到 太緊張了太緊張了 果然球評講到這兩好球之後 來個出奇不異的戰術了 可能會讓對方這個措手不及 這個就是要搶架這一分 因為是投手戰 對不對 你要硬打他的球的話很可能還是三陣 在這個時候真的是成兵這一次觸擊也算是非常成功 這個球一定要點到才行 因為是這個球整個人都蹲了下來 瑞奇往前跑 因為太急了要把球給拋著 沒有這個球就是這個戰術出來以後 三壘手就已經開始起跑了 不管你有沒有點到的話 三壘手已經起跑了 三壘的跑者 只要你點下有效的區域裡面的話 往往都會成功 已經起跑了 對不對 就算你接到這個球也來